全油管最快新闻,11月17日,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发布公告,宣布减持沃尔沃汽车,减持比例为3.3%。 吉利控股解释称,为提升沃尔沃汽车的价值,增加流动性,决定释放少量股份。 消息引发资本市场动荡,沃尔沃汽车股价一度暴跌14%,达到历史新低。 尽管股价下跌,但在吉利控股10年领导下,沃尔沃汽车销量和业绩可观。 今年前10月,沃尔沃全球销量同比增长18%,中国市场销量创历史记录。 2022年,沃尔沃公布战略方向,计划到2030年实现全电动化。 吉利控股与沃尔沃集团达成合并方案,将在动力总成等领域进行合作。 吉利控股减持沃尔沃汽车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动荡,同时也凸显了沃尔沃汽车自由流通股的担忧。 然而,尽管股价下跌,沃尔沃汽车在吉利控股领导下的销量和业绩依然表现出色。 沃尔沃的电气化转型是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, 而吉利控股与沃尔沃集团的合并方案将为双方带来更多合作机会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